先天性胆道闭锁是一种先天性的消化道结构畸形 胆道闭锁病因不轻,机制很复杂,有遗传因素,有基因突变,也有卫生期的一些感染 这些孩子表现为身后黄胆不退,或者是身后生理性黄胆消退以后又出现逐渐加重的黄胆 而且这些孩子大便会逐渐变浅,或甚至出现陶土样的大便 如果孩子的家长发现孩子的大便异常,一定要来欣赏外科门诊、就诊、咨询 为什么呢?因为先天性胆道闭锁,治疗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要求 也就是说,胆道闭锁的孩子在三个月之内,如果做了隔西的手术,是有比较高的成功率 如果错过三个月的手术时间,会出现肝脏的不可逆的改变 这样的话,治愈率就会明显的降低 如果您可以跟您不成功的话,会记得更多的变化 如果您不成功的话,会负易不动呢? 这对对对金完美价则的意思是说,因为我们能够接受的